上一讲呢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第六次十字军远征 这次远征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至少在这前六次里 这是第一次没有真正的这个动刀动枪 OK就是基本就是完全是一个和平解决的 那么第六次十字军远征呢 它是结束在1229年 OK1229年这个谁 这个这个Frederick II和这个这个Al Camille 就达成了一个和平协议 那么1229年这个时候 什么是什么一个一个一个时代呢 在这前两年就是第二次远征正在进行的 这个这个正要开始的时候 1227年呢 成吉思汉去世了 OK成吉思汉是死于1227年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把话题呢 从这个十字军呢转到这个成吉思汉 转在转到这个呃这个蒙古 OK呃后边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蒙古势力和后边还要讲 这一集还要讲到的这个Qua Resmiens 这两股势力呢 实际上是对十字军在中东的这个整个的存在呢 是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的 呃成吉思汉实上是生于1162年 死于1227年 1162就活了65岁 所以说在当时 definitely算是高寿 可能也正是因为他高寿 还是回到我原来讲survivor's bias 才使他能够成就他辉煌的这种这种这种霸业吧 就是整个占领这么大的一个一个领土 呃而成吉思汉的一生 这六十几年恰好是和这个十字军远征 是相对于什么时代呢 相当于相对于第三次远征 第四次远征和第五次远征 OK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那么这五次里边呢 实际上他死的时候呢 是正好是第四远征 正要开始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而这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某种意义上是说呢 实际上呢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讲的那几次 呃 以其说是这个这个呃 呃 基督教基督徒 把这个中东征徒了征服了 还不如说是这个西欧的基督天主教 把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 东边的这个东正教给征服了 因为最严重的一次 这个这个学习就是第四次远征 所以呢 等于是说呢 这一代呢 就是这个至少是从这个 今天的土耳其 呃 伊斯坦布 往东这一大块地方 呃 到今天土耳其的这个东部 到这个叙利亚 到什么这一大块地盘 过去呢 都属于拜占庭的这个影响范围 但逐渐逐渐到了这个成吉思汗 呃 这个在世的活的时候 OK 这个地方是严重的受到了缩减 一方面是受到了这个穆斯林势力的挤压 另一方面就是以这个第四次远征呢 又被他的大半影音又被学习了一次 所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 成吉思汗呢 这个这个横空出世 OK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人的个人能力 个人魅力 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 那么主要呢 我们就讲讲 他在他领导下的这个这个蒙古帝国 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就这个蒙古帝国上 他的早期的这个这个这个这种团 就是整个整个联合在一起 很多很多的部落联合在一起 从一个这个这个外蒙 今天的外蒙 那个西伯利亚外蒙那一带 就是那种那种寒冷 这个这个荒荒荒的这种地方 然后一点点的扩大开来 然后呢 就是直接到最后来呢 一直就基本就是 几乎是把欧亚大陆全给占了 OK 几乎除了西欧以外 几乎全给占了 那么我们先换一个角度 就是他这个这个蒙古帝国 为什么会如此成功 OK 这个如此成功的 Turns out的呢 在这个历史上 在科学上后来的进行一些验证的 发现的也不完完全全 是人为的原因 还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天然的原因 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考古的感觉呢 就是在那个时代 在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这个扩充最猛的 那个那些年代 恰好呢 是这个这个欧亚大陆 这一带的气候呢 比较偏湿偏暖 偏湿偏暖 OK 就是雨比较水分比较多 然后温度呢 又不是特别的冷 OK 而这个呢 对于那个什么呢 对于这个过去的这个 这块地方 尤其我说的这些 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今天的中亚 和东欧 就是欧亚大陆交界的这一大块地方 是在那一段时间 在成吉思汗是活着的那段时间 比较偏水分多一些 气候暖一些 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一个自然的一个什么自然环境呢 使这个这些地方呢 使这个这些地方呢 在过去呢 实际上是这个这个很荒很荒的 几乎是无人的一个很荒 当然它不是沙漠 但是它是就是那个 那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农业 没有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很荒的这么一个大片土地 而这些大片土地 由于空气的这种 由于气候的原因呢 就使它的地方呢 就是长这个 长很多草 长很多这个什么这个植物 OK 这样的话呢 就对于像这种 以靠骑马为生的 骑马征服的这个 这个蒙古部落 一个非常好的有利条件 因为这个蒙古人 他的主要征服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 一个一个因素 就是它的马 OK 他像他一个士兵 实际上不是一个马 是几匹马陪着他 然后所以这个马呢 这是有几个 这个这当然我说的这些 大家都比较清楚 就第一这些马 你不用带粮食 你走到哪 他吃到哪 OK 只要地下有草 那么你这马就够了 所以你需要带的 只是你自己身上带的一些 尤其那些蒙古兵 都带那些什么燕麦 大麦 桥麦 各种那种很很那种 很很简单的粮食 就是这 然后急了喝的喝 喝马奶 喝什么什么奶 然后实际上不行 就宰羊宰牛宰马吃 所以呢 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那种远征能力超强 远征能力超强 而这个气候条件呢 使他们的远征能力 更加加强 OK 使他们就是非常强的 这种 这种长途的 这种征服能力 而且呢 不需要这个任何的 这种 这种后勤跟上 所以他的这样的话呢 就带来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净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的军事能力 大幅度加强 这个登附大戦 就是 总结了一句话 就说这个气候呢 叫天主我也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气候 使他们这种 长途的 远征的 远征的能力呢 大幅度提高 因此呢 在这段时间呢 尤其在这个 成吉斯汗 这个晚年的这一带 世界 这段时间 这气候一直是这样的 使他们呢 就是扩展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征服了这个东欧 东亚 中亚 OK 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甚至到了这个中欧 OK 甚至到了中欧 这段时间是大概其 什么时候呢 主要大概其就是这个 1220年到126几年 这四五十年 就等于13世纪中期吧 他等于把欧洲给 给征服的很厉害 OK 征服的很厉害 那么到了这个 13世纪的上期 就是这个123几年 这个 这段时间呢 实际上他们第一站呢 就是征服最早的这个 就是欧亚大陆交界的这个 他们站的最早的 最快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的黑海的北 东北沿岸 东北沿岸领域 和离海 Caspian Sea 附近 就黑海 离海 这一带 OK 今天看地图 这一带就是这个 今天是属于这个 这个欧亚大陆交界的 这一带了 黑海实际上是今天 是往北边那带呢 都是什么乌克兰 什么什么 什么高加索了 什么这些地方 所以他们主要是 政府征服这个 就这些地方呢 实际上在那个 谁这个这个 成吉散死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不是 成吉散的本部 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分部 就叫做Golden Horde Golden Horde 这个叫什么金群 还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分部 把这些地方给占了 到了1241年前后呢 他们几乎就是把 俄罗斯的大面积土地 波兰的大面积土地 匈牙利的大面积土地 和今天的东德 就东德的德国东部的 大面积土地 全让他们给 给占了 所以这个占了上 蒙古人占和这个和这个 欧洲和这个什么 其他人占不一样 他不是说占了以后 我在这帕就安排 安排一个政府 什么这你们都听我的 而是他实际上就是学习 抢完了以后 实际上就是就过去了 OK 抢完了就过去了 这个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奥特曼 就是后边的这个 奥特曼 Empire 这个早期 有点类似 奥特曼也是 已经类似的方法 我就是抢一遍 然后这地方 这地方 我并不要 我就抢上他们的物资 和这个财富 OK 他那商 也是以这种类似情况 当然他也有一定的 这种settlement 但是settlement 不是他主要的 因为他毕竟人少 整个这个 这个猛高连商 就当时在他的最高 最兴认的时候 也就是几千万 OK 两三千万 可能到头了 两三千万可能都没有 可能就几百万 这个呢 所以所以呢 就是13世纪中叶 他把这个俄罗斯 和东欧 和这个匈牙利 和巴尔干的这个南边 写东边 和这个东德 德国东部 整个全都给学习过 然后这个 所以呢 他的这个整个蒙古帝国 在13世纪 14世纪 这一段时间 就是一二几几年 一三几几年 这段时间呢 是到达了他的鼎盛 到达了这个扩中 最最什么 当然也不能说 绝对鼎盛 人家说这一代是非常 就是就是事业上升期吧 这一段这一段时间 呃 这个这个领土扩得很凶的 OK 扩得很猛的 呃 而在这一段时间呢 他呢 整个在这个地图上 占的版图 OK 还是我再强调 这个占的版图的定义 和今天不是那么 也那么完全一样 今天说我这个国界 在这儿 这国界哪边 里边主权是我的 国界以外主权是你的 他不是那个概念 就是至少是在他控制范围 他可以随时就是说 你这些地方 你要跟我上睡 要给我tribute 就是我站了这地方以后 我就走了 你到时候定期 要给我给我上供 你不上供的话 我到时候还来去整你们 但是你你你上了供了 我这事 你该干嘛干嘛 该吃吃 该喝喝 你就在这待着 我就不会来惹你 但是就 就这种情况下呢 他控制了地球上 非常大的范围 控制了当下最大的范围 就是在这段时间 十三十四十四十四世纪 这段时间 他控制了整个的东欧 OK 整个的中欧 就是东欧 中欧 中欧呢 就基本上到了今天德国 然后呢 这是欧洲这一边 而这个亚洲这边呢 他控制了 直到这个 这个这个日本海 以西 日本他没站上 但是日本海以西 他全给占了 OK 然后呢 北边呢 基本就是到几乎到了北极圈 南边呢 到了印度尼西亚 南边到了印度尼西亚 而这个这个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 然后呢 这个这个欧亚大陆这边呢 到了伊朗 OK 然后呢 到了中东 到了中东 然后甚至到了巴尔干 巴尔干的那 Karpathian Mountain Karpathian Mountain 上去 就是今天 什么什么 这个匈牙利 什么罗马尼亚 什么再往北一点 到那个到那个阿尔巴尼亚内带的那个山脉 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当然包括中东 OK 到包括中东大部分 包括这个十字军远征的这些范围内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看他整个几乎就是欧亚大陆 几乎就是除了西欧没有被他占以外 基本全让他给占了 当然日本没有被他占 西欧没有被他占 但是你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基本全占了 OK 非洲他没占 那么再回顾一下这个蒙古的这个文化 实际上蒙古的文化本身呢 不是很复杂 不像这个 这个这个像这什么 这个欧洲的这个罗马文化 希腊文化 在这个 在亚洲的这边的什么 就是这个埃及文化 印度文化 这个古中国文化 这些都是文字了 什么这个什么 什么诗歌了 什么这种各种文明都很 很很发达 而这蒙古人这方面都比较比较差 OK都比较差 这个这个什么呢 而且呢 他呢就是和这个当地的这个这个至少的短期内 就是在他侵战的时候的当地那种 呃他没有什么文化的统统制性 他只是说我站了这个地盘 抢了东西我就走了 呃 去过的那些地方的那些固定的那种 不同文化的不同的这种 势力之间的隔阂 让他给打碎了 OK在过去的话 这些地方就是你的是你的 我是我的 结果这帮野人一来光光光 全给砸碎 然后谁的都是他的 他他完了 他掉头就走了 那掉头走了 最后这地方谁也管不了 都得听他的 给他上供就完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他被他扫荡过的这些地方呢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 trade barrier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势力和事业之间的 那种固定的隔阂呢 就被打碎了 结果呢 反倒不一定是坏事 OK反倒不一定是坏事 由于他的这个 这种破坏力 反倒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欧亚大陆的 这种贸易 贸易往来 这个这个新的 这个科学技术 当然这个科学技术 在那时候的科学技术 手工艺品科学技术 和什么各种产品的 这种交流 反倒增加了 甚至呢 使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宗教理念 和什么各种其他的理念 互相也在交流 实际上在丝绸之路了 在什么很多地方 都可以找到一些遗迹 就是这些遗迹 都是由于蒙古的 那个那个征服过程中呢 使这些这些地方 产生这种 这种流动性吧 这个实际上某种 一样就是 一个大的变革 一个大的这个震荡 那它是破 总体来讲是破坏性的 但是破坏性 剩下完了以后 留下来的这个地方 有可能就会使他的这个这个地区的流动性 更加增加 这个这个这个蒙古呢 恰好就是这样 可以恰好就是这样 它使这个欧亚大陆呢 这个很多地方都产生了一个更多的交流的这种 这种流动性 呃 有的有的是他的这个亲儿子 有的呢 是不好说 因为他那个他那个老婆不是只是是被人抢过吗 所以就是被被那个被那个另外一个地势力给抢走了啊 生孩子是不是他都不好说 但是呢 就是这些人呢 呃 这些后代 OK就开始争权 那因为他这个国土足够之大 如果这样 如果是国土不大 大家权力中心就在一个地方集中的话 呃 一个方法就像这个奥斯曼帝国那样 干脆就是就是我我我成绩思汗 我下一规定 呃 这个权威给你 OK 老大 然后呢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六老二十 一律给他杀死 OK 但是他不是 他一律他一死了以后 这就哗一下 他死的时候也很突然吗 这好多儿子之间就开始抢 那抢完最后 因为他地方很大 那干脆你一块我一块算了 所以就把这把这个把他这个巨大的疆土就给分了 到了一二九四年左右 就是一十三世纪结束的时候 OK 他实际上呢 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距离就这些这些剩下的这些 后代距离成吉思汗已经差了好几倍了 好几辈了 OK 他二十七年死 这就七十年以后了 等过了两辈三辈了 OK 等于是孙子辈 重孙子辈了 那么这些重孙子辈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把这个蒙古的大帝国 帝国已经分的是差不多了 分的差不多呢 这里面呢 就是有互相还打起来了 OK 就是这个孙子辈 这这永远是这样 这继承王位 一旦这个这个老子死了 这儿子就开始干 要不就给你给你给你 给你害死 要不给你送秦城监狱里去 OK 然后这些这个 这些这些后代呢 有的后代呢 是在这个Golden Hoard 就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 站住了一站住了一些地盘 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这个中东这边 后来我们讲这几个后代 这几个部落 OK 那么这个这些后代呢 由于已经距离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那时候全是在马上 他所有的征服 他的生活 他的文化 他的这个什么 都是在马背上 OK 就从小就是等生下来就在马背上 然后他的这个 他甚至连自己固定的固定的这个办公地方都没有 没有固定的宫宫店 到哪就是开一个地方 然后就完了以后就就去拔杖而走 就到下一个地方 因为他全就是在一个mobile mobile这个叫什么mobile empire OK 但是呢 到过了这么几十年以后呢 他的后代逐渐逐渐的就开始 哎呀 这个有个地方有个好房子 好住着 每天就在这固定地方 喝点茶 喝点酒 这个这个这个挺舒服嘛 就不用整天骑马到处打了 所以就后边人就是 就是increasingly they are settled down OK 就就就定下来了 定下来以后呢 那么一旦定下来 他就从这个过去的这种武士 像那种骑士一样 在马上打仗 很很牛逼的人 逐渐居然就变成了一些官僚 就跟中国的元朝 是元朝的后来的那些 那些那些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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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元朝的那些后裔 就是那蒙古族留下来的 到后来他上的战斗力也没有了 清朝也一样 到了清朝一九一几年的时候 那些满人哪有什么战斗力 他早年 他的成吉思汗 不是成吉思汗 诺尔哈赤的时候 那些人都很牛的 但是后来就全都全都 等着就是写诗作画 然后这个唱着唱着歌跳着舞 这日子就过得悠哉悠哉 他就没必要打仗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蒙古呢 基本也是这么一个状况 OK 到了13世纪末呢 他基本分成四个大的部落 OK 这四个大部落呢 第一部落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Golden Horde Golden Horde 应该叫叫黄金部落 OK 黄金部落 这帮人呢 他主要是 他的扎根是扎在哪了呢 扎在了今天的东欧 OK 就东欧大部分地方 从乌拉尔山 一直到多瑙河这一带 被他们扎 然后大概已经面积 就包括了西伯利亚 包括了这个 这个黑海的 这个东北的 这一大块土地 包括高加索山这一带 包括这个Casbion Sea的 北边和西边 这一大片 就是这个 等于是 等于是欧洲的 最靠东的那个 那一大片土地 就是和加州 和欧亚大陆交界的 欧洲那一块 基本是被这帮 高登货的给占了 而这个 所以实际上 这个高登货的后代 深深的影响了 俄罗斯的血统 今天上俄罗斯里面 很难说 像普京 他的这个 他的祖先 有没有蒙古人的血统 我们知道 列宁是肯定有 列宁是上有 很重的亚洲血统 这个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一个部落 OK 还有一个部落 是在中亚 中亚这个地方 叫Chagatai Carnet Chagatai应该是我 后来我查了一下 叫查加泰汉 查加泰汉国 Chagatai Carnet 这个查加泰汉国 它的主要的 这是另一个部落 这部落都是它的后代了 留下的这个 覆盖的僵土 就是乌兹别克斯坦 喀萨克斯坦的南部 和塔吉克斯坦的西部 OK 这些斯坦里边的人 大家去看看 很多都是蒙古人的 长相都是亚洲人 蒙古人的样 实际上这里面 很多很多的血统 都是 都是成吉斯坦的 后代血统留下来的 这是一个部落 还一个部落呢 就Eucarnet Eucarnet叫伊尔汉国 这个Eucarnet呢 实际上是这个谁呢 是 是起这个创建的呢 是成吉斯坦的孙子 叫Hulagu Hulagu创建的 它的覆盖范围 是什么地方呢 是今天的伊朗 今天的阿基尔巴伊尘 阿基尔巴伊尘 今天的土耳其 伊拉克 阿米尼亚 Georgia 哥鲁齐亚 对吧 Turkmanistan 阿富汗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OK 这一带 也是中亚 等于中亚 这个这个偏南一些 刚才前面讲的 那个那个什么 什么插加 泰汉国 是稍微的往 往北一点 所以这这这这 这这一地盘上 都不是特别的清楚 这边这边呢 是它是比较偏偏难一些 偏难一些 而这些这个国呢 这个这个 这个阿卡 内特呢 和这高登 或者那是死敌 实际上他们都是成绩三后代 但他们是死敌 他们互相是打了很多次仗 我也打了很多次仗 在在这个今天的伊朗境内 在今天的中东 打了很多次仗 OK 然后这是这个第三股 第四股势力 当然就是中国 就是后来的元朝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中国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先下面要讲的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Eucarnate 后面会讲 就是这个第三股势力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势力范围呢 恰好是和十字军的国 十字军国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势力范围呢 有很强的重叠性 我们后面会讲它 好 那我们再掉头了 还讲一下 就这个这个蒙古势力呢 和欧洲和西欧的势力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首先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蒙古 他不断的往欧洲扩张呢 他实际上呢 就是逐渐就寝食到了这个 欧洲的这个核心的地段 地段 现在刚才讲了 已经到了东欧 到了中欧 那么到西欧就到了核心地段 那核心地段都是什么呢 就都是都是基督教 OK 都是基督教 那么这个他些部落往南走呢 就进入什么 进入穆斯林的核心地段 就是到了中东 到了这个伊拉克 到了巴格达 到了什么这个什么 这个Levant 就到这些地方 这都是这都是穆斯林的核心地段 所以呢 这蒙古势力呢 等于是呢 往西呢 是基督教 往西南 是穆斯林 而他们自己呢 按照他们的Origin呢 他们并不信教 因为他们和这种不同的宗教势力的接触 使他们自己呢 也逐渐的被他们侵染 他们有的呢 就是少量的就信了基督教了 但是更多的呢 是信了穆斯林教了 而这个西欧的这些 当时的这些西欧的这些势力呢 实际上呢 对蒙古 把蒙古人来的这些蒙古人呢 并没有把他们完全看成一种死敌 至少就有一段时间 没有把他看成死敌 因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最大次敌还是穆斯林 当时 所以认为你有可能跟这帮人呢 做一些什么这种联手 去做点事 有可能还有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互相之间 没有战争 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蒙古 当然征服欧洲的时候 和这些这个 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 进入中欧 这一直是在打 一直在征服 但是他们打不过呀 欧洲这帮人打不过 因为他们 他们是属于这种中世纪的那种 骑士的打仗方法 都是那种重盔甲 行动很慢 而这个蒙古的这些 这些骑士都是轻盔甲 而且全在马上 而且是这个移动速度超快 所以这种经常是 这种大距 长远距离的远征 这个快速的这种进攻 快速突袭 使这个欧洲人根本不适应 OK 有点像那个 这个这个 说的打个比喻 有点像这个 二战初期的 这个希斯勒的闪电战一样 那些跟希斯勒 那些 希斯勒开战之前 他们都不知道 希斯勒会这么打 用这个坦克 用这个飞机大炮 就是用最快速的移动 所以这个蒙古人 某种意义上 带有这种风格 就是速度很快 OK 在第五次远征的时候 这件事我们回顾一下 是在在埃及发生的 一二二一年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这帮这个 这个基督徒呢 实际上呢 已经想到了 就是在这个段时间 一二二一年 大家看 这是在成吉斯汗 去世前六年 就是这个时候 那边的蒙古这帮势力 已经很猛了 在中亚的时候 他们已经想到了 蒙古人能不能帮忙 因为他们在这边打埃及 能不能让蒙古在那边呢 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叙利亚以北 在这个伊拉克叙利亚那一带呢 从那边呢 这个出击 这样的话 使这个中间的这帮 穆斯林部就腹背受敌嘛 所以他们诚心尝试着 和蒙古人进行接触 讨论 有没有合作机会 OK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罗马教皇 当时罗马教皇 甚至是这个什么呢 后来的这个这个 这个路易 呃 9th 路易的9th 后来我们会提到 第4第7次远征 也会提到的 就是这些国王 这个远征的国王 都曾经考虑过 就是我们去 中东去这个 打这个穆斯林的时候 能不能借这帮人的力 因为这帮人 在中东现在势力越来越强 在这个中亚 欧亚大陆 恰好是和这个穆斯林交界的 这个地方 势力越来越强 我们如果能够跟他们联手 呃 even better 我们如果能够把他们给 给转成基督徒 让他们信基督教 因为他们的很多人都不信教嘛 那这不就就就妥了嘛 这就等于是他们这边 两边夹击 我们从欧洲这边打 他们从这个这个亚洲这边打 那把这帮穆斯林不就给灭了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企图 有这种幻想吧 然后就多次派使节去这个和这个 和这个和这个蒙古这个 这个大本营这帮人接触 咱们有没有机会合作一笔 OK 合作一把 咱们咱们咱们共同搞一个伟大 光荣事业 OK 呃 但是呢 结果呢 每一次都非常的失望 几次他们就realize 人这帮蒙古人 尤其是这个成吉思汗 这个这个 这个首领的这个时候 呃 这帮人说是你们来可以 但是有一条 你们得向我们上供 OK 所以蒙古人人籍是很现实的 你甭跟我搞什么宗教 搞什么精神层次 什么 我都不管 你你你你 我就要你一个 你要听我的 你要服我 所谓服我就是你要给我上供 要给我钱 然后就是等于是买路钱 实际上这个蒙古人 根本就是对 对他讲的这些什么宗教了 什么这种什么都听不进去 他就是跟他要钱 你给我钱 我才跟你谈下一步 所以呢 对于这种可能是从这种西欧的这帮人来讲 这帮人是不和不开话呀 那那就是impossible to enlighten them OK with religion 当然你当然就开话和不开话 这也是一个时间的相对值 因为你在那时候你们这帮人开话 你们这帮的knight到了中东 一通乱杀乱看 能把他们把这个Constantinoble给学习 谁什么叫开话 但是呢 这个这个在当时呢 他们这个幻想呢 基本就是说无法实现 OK 无法实现 这个以此同时呢 这个这个黄金部落呢 几乎是把他们东欧全给吃进去了 他们也没办法 因为他顶不住 他们战斗力太强 那么为什么 这个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些蒙古商 在在没有跟他们完全达成任何协议情况 也没有把西欧给占了 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打到匈牙利了 打到这个德国中部了 商他们完全可以往西欧就打过去了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这时候这个成吉思汗死了 所有的人都必须回来赶紧分赃 赶紧分地盘 不然的话这个power struggle 就是这个权力争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即使成吉思汗没死 即使成吉思汗能再活30年 实际上他也不一定能把欧洲给拿下来 因为什么呢 这又是回到了天然条件 OK 这个中欧 中欧尤其从波兰到苏联 大家就今天的俄罗斯 大家任何人去看看就知道 这地方太容易打了 这就没有天然屏障 那个乌拉尔山是在在西边呢 在东边 那山本来也不高 而且也不能防得住 而那山一过了以后 整个的这个这个像什么 像什么这个莫斯科 什么列宁哥勒 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这个 今天的这个什么波兰和这个 这个什么 呃这个 乌克兰 波兰 呃什么这个 德国的东部 这都是一马平川 这都是农业是不错的 一马平川 所以你根本挡不住 你根本挡不住 这个这个蒙古人 OK 但是你过了这段 你再往西打 这个事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什么呢 首先呢 再往西打呢 他的这个天然环境 有几个特点 就有几个重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森林多了 OK 森林多了 而且呢 他的农业呢 更密集 而在这个 而在东欧这边呢 他的农业比较少 因为人口比较少 因为这 当时的苏联 而不是 当时的俄罗斯 当时的波兰 那些人口都不多 呃 所以很容易被他们给给扫平 而再往西的话呢 就像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传 这个 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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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年的 这个长久 历史悠久的 这种农业人口的 这种存在 使这地方人口比较密集 森林也比较多 OK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那种 中世纪的那种城堡 也比较多了 那城堡上 蒙古人也很难打下来的 那城堡都是 都是那很坚固的 很高 很强 很厚 尼广那个清齐兵 你是拿不下来的 所以这个呢 就使他的这种 可防守性非常提高 就是这个 西欧的这个防守 对于蒙古人来讲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由于这个地面 不像以前那么开阔了 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战斗的时候 冷冰技术战斗呢 就近战的可能性 就比较 比呃 优势呢 就慢慢就高于了 这种长途的 快速的 这种这种野战 就这种非常开阔的平地上 大规模的引战的那种 战斗风格 而是更接近于 就是人与人 就是在那种 比较小的这个战斗范围内 当然所谓这个小 也是相对 OK 这些地方实际上 这个这个这个 也是相对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这个 这个逐渐逐渐呢 就是这种 欧洲这种 中世纪的 这种 重盔甲的 这种骑士的 打仗的方法 逐渐逐渐呢 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相对于这种 轻盔甲的 蒙古的骑兵的 这种打仗方法 因为我这边 我是行动速度慢 我是跑的距离短 跑的速度慢 但是我慢是慢一点 OK 但是我不容易被你伤着 因为我连马都配上盔甲 而那些蒙古人 他没有那么重的盔甲 OK 因为蒙古 他毕竟是游牧文化 他没有像欧洲那时候 炼钢 炼铁 炼铜 炼什么那种能力很强 所以他那盔甲很重 然后再加上他的地面呢 是这个比较 比较密集了 就是这个植被比较密集 森林比较密集 人口比较密集 所有这些呢 都使这个蒙古的这种 这种这种快速奔跑的 这种野战的这种能力呢 这个优势降低 OK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在一个西欧呢 上市是完全是农业了 基本完完全全是农业 就是农业人口是 因为在这个 你到俄罗斯这一带 他还是有游牧民族 还有那种其他的 但是这边就完全是农业 那么农业的最大特点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我有储粮能力 就是我的 我的生产 粮食生产力提高 生产力提高 我就到处都是粮仓 那么这个粮仓呢 就使我呢 可以呢 就是把我的一个城 城堡呢 给守住很长时间 就是过去的话 那城堡里面 如果没有没有太多的粮食 因为你你吃 你生产多少就给吃了 所以这城 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那个那个 那十字军 把一个地方一守 守几个月 那底下 里面就能 基本就能死一大半人 OK 因为没那么多粮食储备 而这个欧洲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城堡里面呢 他粮食可以储得很多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粮食生产地 所以粮食可以储得很多 这样的话呢 你把它围住以后 他不怕 OK 他可以跟你跟你盯着 跟你盯很长时间 而你这帮蒙古的这些 这些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部落呢 他就 他就不一定守 不能围那么长时间 因为围围他就盯不住了 他自己 他他他 他没那么 没那么多的储备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使他对于这种 就是很 某种意义 打个比方就是非常坚力 非常猛的这种蒙古骑兵的势力 突然碰到了又软又农业化的欧洲文明 结果呢 他无法去把这欧洲文明攻破 就跟等于是一个你是很猛很野 但是那边呢 很软 但是他很他很能咬得住 他能忍住 他能跟你顶住 OK 到了这个一二四几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个蒙古人呢 就从欧洲 从中欧就慢慢慢慢就撤回来了 撤回来的原因不是气候的原因 还是某种样是成吉思汗 这个这个死了 死了这些子 底下子女打的越来越厉害 同时呢 他打西欧肯定也打不下来 所以就就慢慢慢慢就回来了 所以他这种内部的权力争夺 OK 成为了他这个撤回来的一个 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还是回到这个十字军的这个 过这个这这段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都是十字军 就是为什么十字军和这个蒙古人 一直没有达成这个 联盟 实际上从今天看 在当时那个年代 十字军如果能和蒙古人达成一个 一个战略联盟的话 实际上他把那个中东给占助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十字军的个人战斗力很强 商业能力很强 这个武器也不错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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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外侵性也很强 而这个蒙古人呢 是能打 但是没有太多的文化 没有太多的商业 没有太多什么 但是他很能打 那穆斯林也打不过他 如果这两个要联手的话 那然后再把蒙古给给蒙古人给变成这个 基督徒的话 那就那就很牛了 OK整个这个战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 这事没有发生 呃呃呃呃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没有发生 结果呢 实际上蒙古呢 也没有在这个中东的地方站得很稳 基督徒最后也被这个打跑了 主意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谁呢 但是也是伊斯兰 OK就是基督徒和蒙古都是跟伊斯兰打仗 都是跟穆斯林打仗 OK呃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蒙古和这个西方西欧的这些基督徒 几乎从来就没有同时在中东到过 就是不是基督徒来的时候蒙古人在别处打呢 等蒙古人打到这的时候呢 基督徒又不在 就他们从来上 他们互相就很少有碰碰面的机会 他们主要的机会都是在和穆斯林打 因为谁到这来都是和穆斯林开仗 穆斯林是住在这的嘛 所以呢 这个呢 就使这个使他们两个两方 这两股势力互相的这种这种同盟的机会呢 就不是很高 如果他们要真是当时一二几几年 一几几年真是同盟了的话 有可能这Crucider State今天还有呢 换句话 今天的中东有可能还有不少基督教的城市呢 当然这是这是这是假设了 OK 这假设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这个实际上这个这个十字军的这个力量呢 在中东的上是非常薄弱的 在今天的那个那个Levan那一代是非常薄弱 尤其到后来越来越薄弱 所以到后期到了一二几几年以后 一三到那个十字军晚期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个讲座完全是在讲十字军 但实际上当时的真正的 这个这个地方的这种权力争夺 或者是势力争夺力量争夺 已经不是十字军和穆斯林的关系了 而是蒙古人和穆斯林的关系 蒙古人和穆斯林在这地方争 因为蒙古这个晚期这地方还是很猛的 而且更有意思是 不是和传统的穆斯林和那埃及的那帮穆斯林的那个 苏丹王争 而是和那个 我们前面讲过 Mamaluk Mamaluk实际上是是奴才军穆斯林 他们信穆斯林 但是他们是奴才军的后代 所以是奴才军的后代和蒙古人最后成了这一代的这个这个军事的强 强手 就是最最牛的两个胳膊 最粗的是这两股势力 十字军已经在这里已经被忽略了 因为他没有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 也没有什么人了 而这个这个传统的那个在叙利亚和在埃及的那些传统的那些穆斯林势力呢 也被他们给打跑了 这是也是这两个势力是在这 这中间呢 还有一个更野的势力 这个更野的势力呢 是下面我们讲叫 Kwarazimans Kwarazimans OK Kwarazimans这股势力呢 实际上呢 是真正的把十字军灭掉的势力 OK 他们当然灭十字军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像这个像这个萨拉的搞什么鸡哈的 他们是穆斯林 但是他们灭十字军并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会看这个这个后边什么原因 OK Kwarazimans实际上是它是什么一个一个背景呢 Kwarazimans Kwarazimans OK是这么一个名字 反正是中文是没有 我查不到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起源地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波斯文化 再加上 土耳其的这个这个这个血统的人 在中亚 波斯和土耳其 在中亚那一带的血统的那一带的人 然后呢 是不是后来呢 变成了穆斯林 变成了苏尼Muslim OK 苏尼Muslim 这么一股势力 它形成了一个一个一个小帝国 这个小帝国呢 在他大概记得兴旺的时期呢 是1077年到1231年 看看这时间 1077年是 Just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1231年是 Just after the death of Genghis Khan OK 成吉斯汗刚死以后 就这段时间 它是存在的 那看这时间 一看我们就知道 这恰好是什么 恰好是成吉斯汗 事业上升期的时候 那事业上升期 那这个 他在这个地方又是中亚 又是土耳 今天的土耳其 中亚的那一带 伊朗那一带 那恰好是成吉斯汗征服的核心腹地 那那当然 那就是两兵相争呢 必有一个一个要拜呀 那谁拜 那就是他拜 他被成吉斯汗的 这个这个这个蒙古人给打败了 而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本身呢 他原来他的祖上 他这个 就是创 就是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第一代 就是创建这个 这卡 克里斯 克里斯 这个朝代的第一代呢 实际上曾经是 塞里克 苏丹王的 slave slave Mamalak slave 也是Mamalak 也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奴才军 实际上这个塞里克 也是土耳其血统的 那么一个一个王国 塞里克这个王国 留的时间比较长 实际上一直是站到了 今天的叙利亚的东部 和这个伊拉克 叙利亚 到这个高甲索 这一带 很多都是他站的 而这个王国呢 后来也完了 完了 冒出来一个分支 就变成了后来的奥斯曼帝国 而这个塞里克里边呢 他的这个奴才军里边 有一个小首领 就是形成了 所以说简单话 就是土耳其人 OK 土耳其人 那么是土耳其人的话 中亚来的 那基本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点像蒙古的 那种打仗方法 也是靠骑兵 靠快速的快速奔 这个奔行来打仗 他们呢 在他们在的时候呢 曾经是塞里克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子公司 OK 就是就是Vassal State 就是给上贡 就有点像那个越南 和那个过去中国明朝经朝 和越南的关系 越南是子公司 中国明朝经朝 是是是是是母公司 OK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地方 它的核心腹地 当时站的地方呢 就是今天的阿富汗 阿泽巴仗 伊朗和中亚 这好几个斯坦 这个斯坦 那个斯坦 那一带地方 都是他们的地盘 都是这个 Covall Resmin地盘 但是呢 到了一 这个 这本来他们事业挺不错 OK 这地盘也站住了 然后这个 这个也也站了不小地盘 然后地方 控制性挺强 但是这时候呢 这个成吉思汗来了 这成吉思汗 从从从内蒙那边 从外蒙那边打过来了 1218年 1220年 这时候成吉思汗 还还是 还很健康呢 OK 带着兵就来了 来了以后 就把这个地方给占了 实际上他本身的 这里有很多细节 小的故事 什么谁上贡 谁上贡 结果成吉思汗派了个 派了个使节 去跟他们想说你们来 就是你们 你们听我 你们给我上贡 我不惹你们 结果他们把这个成吉思汗 死节还给杀了 就是这帮挺牛嘛 就是挺挺猛的嘛 他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厉害 结果这一杀不得了 成吉思汗大怒 把这帮人给 几乎也全给灭了 OK 然后呢 这个这个灭了以后呢 把这个整个的王国 就被成吉汗彻底给灭了 灭了以后 剩下这些人呢 就是等于四分五散 到处都有了 一部分人呢 就进入了今天的 这个Northern Mesopotamia 就是今天的 伊拉克北部那一带 当这个当雇佣军去了 就是一部分 这帮人上市 个人能战斗力是蛮强的 然后给人当雇佣军 就是谁打仗 你你给我钱 我给我吃 给我喝 我就帮你去打仗 OK 这是一帮人 然后到了1229年前后呢 这又是到了这个 这个第六岁远征结束的时候了 OK 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正好是在这段时间 蒙古人呢 几乎把库尔瑞斯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王国全给灭了 就是整个残留势力全让他给灭了 1220年的时候 成吉汗把他们打败 但是到1229年 9年以后就全灭了 成吉汗也死了 但是他这个这帮人也是几乎被蒙古人给给给给几乎给扫扫平 整无家可归了 无家可归呢 就到处乱跑了 这里面的人就全都跑了 一部分跑到 伊拉克北部 一部分呢 就是等于就顺服了蒙古人了 就给蒙古人蒙古人当这个什么了 当这个当这个 呃等于一家了吧 就这么说吧 就是今天的这个 Sartu Mongolian clan Sartu Sartu 就是今天还这个这个这个部落 今天还有实际上就是当年 就是被这Kwarazmin进入蒙古的那么一个部落 OK 他实际上严格来讲 他不是蒙古人 但是今天算是蒙古的一个部落 啊 然后Kwarazmin呢 这帮人呢 本身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很猛 这帮人打仗是很猛很猛的 OK 就尤其那种 他不是那种大规模战役 就那种个人战斗力很强的 啊 在1243年前后 我们会看1243年 44年发生了几个重大的事件 在十字军王国 1243年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蒙古的这个势力呢 就逐渐专举进入了Asia Minor 就是进入了这个这个 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东部 这个什么土耳其 伊朗 波斯湾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高枷锁 这一带吧 就逐渐就要进来了 那这一带是谁的核心势力呢 就是Seluk Turkish Dynasty Seluk Rum Dynasty 这个Dynasty相似是和这个谁呢 在这段时间是打谁打的比较牛呢 打这个拜占庭 OK 等于是拜占庭的敌人 是Seluk 而蒙古人呢 来打这个Seluk来了 OK 这帮人 当然我刚才讲了 后边有一个就是最后 等等这个Seluk被灭了以后 到1300年呢 就冒出一个奥斯曼帝国了 而这个 而这个什么呢 而在这个Seluk这个 这个Territory里面呢 就是本来这里面就有很多 流亡失所的这 Core Resumings 从这呢 就又跑了 又被蒙 因为蒙古人把他们 把他们家乡给灭了 结果呢 继续往南打 往西打 打打打 这帮人从这个Seluk 又跑了 然后跑了以后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游荡的一种 一种一种 就是像土匪一样 他们基本就是土匪了 就东一块 西一块 一会儿到陕西 一会儿去苏联 一会儿去抗日 OK 就是这帮土匪 然后呢 这帮土匪呢 就是打到了这个 就是游荡于什么地方呢 游荡于Mesopotamia的北部 叙利亚 巴勒斯坦 大马士革 和埃及 这整个这一块地方 都成为了他们 达土豪分天地 抢 抢东西的这么一地边 他没有自己的领土 就是在这地方抢 这个大概其实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一二三几年 到一二四几年 就这段时间 OK 这段时间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段时间 那既然在这一段游荡 那显然就说 这 他有可能有利用价值 那谁来利用他呢 就是 在埃及的那个苏丹王 OK 就把他们呢 就给招进来了 招进来 就干脆 你当我的Mamlock mercenary算了 当我的奴才军算了 我给你好吃 好车 给你 给你拿工资领赏 你给我 我让你打谁 你就打谁去 这帮人反正也无价可归 那就打呗 所以就当了雇佣军了 那么当时的这个 埃及这个苏丹王呢 叫 阿萨勒 阿萨勒是 我们前面好像已经提过了 他实际上是 阿萨勒的儿子 这个时候 阿萨勒已经死了 阿萨勒是在第五次 第五次远征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OK 第五次 第六次 都是和这个 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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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军交手过几次的 在埃及把十字军给灭了 第五次 在第六次 跟这个谁 跟那个 这个Frederick 这个 这个 这个和谈成功 但是呢 到这个 一二 四几年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儿子 已经继位 他自己已经死了 他这个儿子呢 就等于是 成了新的苏丹王 他就把这帮人呢 就干脆 我们这帮人在外边 乱跑乱抢 对我们来讲 实际上是可利用的 武装力量 他就把他们 全收买进来了 给他们钱 给他们 因为他 他埃及有钱嘛 他 就是说 财富挺多 他把他们给收 收购进来了 收购进来以后呢 然后呢 就让他变成了一帮奴才军 这帮人就是 妈妈拉克 OK 那么 那么 这些人呢 实际上呢 收进来以后 他目的是谁呢 他不是去打穆斯林 阿萨莎 就是这个 阿卡茂的这个儿子 他的主要敌人 那个时候 我刚才讲了 十字军已经力量很薄弱了 不是他们主要 因为实际就在 沿着地中海的 那个东岸 有那么几个小地方 什么什么 Aker 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 加法 什么那几个小地方 在那窝着 搞搞小小地区 小贸易就完了 而真正的 核心的叙利亚 核心的约旦 今天的约旦叙利亚 以色列靠 靠东这一带 靠埃及这一带 这些核心势力 实际上 他并没有完全控制住 尽管是他的僵徒 是被 被谁给 一直在 在威胁的呢 是被他自己的 皇亲国戚 他自己的 这个 Cousin 就是他的这个 他这个 他爸爸的兄弟的孩子 和他的 Uncle 就是他爸爸的兄弟 OK 就是他 他就 阿卡茂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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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兄弟 和阿卡茂的兄弟的子女 实际上是 当然和这个 阿斯萨雷 实际上是 这都是一家 当然他分岔了 他这抢权嘛 所以等于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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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子 二王子 又开始血拼 就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叙利亚这一带 那他血拼的话 谁来给他当帮手 就是 Karizmin Karizmin 给 埃及的 这个苏丹王 当打手 去打 这个苏丹王的 父亲的兄弟的 后代和兄弟 OK 就是在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 历史上 永远是这样 就是这个 王室 这个王权 一旦分裂了 子女分裂 子女就成死敌 他们互相之间的死敌 是比 比谁都更狠 OK 更狠 这个 这个 看看这个奥斯曼帝国 为什么会 坚持600年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干脆 咱们把这招先给他掐子 就是 这个 继位之后 所有的这些 只有继位权的人 全给他 一直给他勒死 或者把他给捐起来 OK 但是这帮人 没怎么干 所以呢 这个大马斯 士格 叙利亚这一带 就成为了他们整天 在那 这个 这个 这个争夺的 这个 这个势力范围 就是 南边是埃及的 这个阿萨类 这个带着这帮 而北边呢 就是这个 这个他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叔叔 这几个什么 这个 苏白兄弟 OK 一帮势力在叙利亚 这边在打 那打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 这个 这 战斗力很强 就是把这帮人 给打得挺惨的 把叙利亚这一地方 给几个给扫荡一瓶 周边的所有的 这个穆斯林的 很多的这个地盘 什么 全让他们给扫了 这帮人 实际上人数并不多 也就是 一两万人 但是呢 他们的破坏力超强 因为他可以 就有点像那蒙古人的 那种 就是很能打 但是呢 他又没有什么 太多的欲望 就是给你打破 抢完了就走 所以呢 就是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叙利亚这一带的 这个这个 他这些 就是阿萨类的这些 亲戚的这些 这些地盘 给破坏力很强 所以呢 在1244年前后 他们呢 从这个 从这个 伊拉克这一带呢 就一直往南呢 就 就就打过来了 把这个 所有叙利亚这种 全都给灭掉以后呢 他们就冲哪来了呢 冲耶路撒冷来了 OK 冲耶路撒冷 那么耶路撒冷这一带呢 实际上呢 别忘了 是在第六次远征的时候 控制权名义上 已经交给了谁了呢 交给了十字军了 因为这Frederick Second 跟那个 阿萨可妙不是签了个 和平协议 伊拉撒冷由他来控制吗 这个时候 实际上呢 已经控制权 已经是 已经是 接近尾声了 但是基本还是 基督教在这里边 是有一定的管理权 不能说是控制权 因为他这城市上 他是控制不住的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正在这个时候呢 是南边呢 是这个阿萨莎 就是阿萨可妙的儿子 这儿子 他爸爸跟那个 跟十字军签的合同 儿子不一定 不一定那什么了 不一定去 honor了 因为过这么多年了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这个 这个 Kharazmin呢 从这过呢 正好经过 耶路撒冷 这帮人 他当然信穆斯林 信伊斯兰 但是 以此同时呢 对他们来讲呢 就是只要是 过的能抢 那么我就去抢 所以这帮人呢 就下面呢 就开始要对 耶路撒冷 从这路过 就要对耶路撒冷 下手了 而这一次呢 就是又是 等于是什么呢 是在十字军 在中东 在Levant OK 这两百年历史里面 有两个最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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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 第一次冲击 就是Battle of Haddon 前面我们讲过 1187年 第二次就是 这1244年的 这个 这个Sack of Jerusalem 这一次完了以后 十字军就基本 元气不是说大伤了 元气就没了 OK 剩下就只能 苟延残喘 勉强活 直到1292 1292年 彻底玩完 玩完 所以呢 下一节呢 我们就开始讲 这个耶路撒冷 是怎么怎么样 被这个 被这个 Korazman给打的 而从下一节 我们能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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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军在这一带的 真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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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远征 或者是所谓的 这个宗教力量 已经不是最主要了 最主要是实力 到底谁和谁在一派 我们后面会看到 穆斯林和 基督教联手 去打另一波穆斯林 这个呢 我们下面呢 接着讲